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些国际新闻 关于美国居然开始盛行躺平主义 现在的美国陷入了大辞职潮 有很多美国人选择不上班 想着躺平过世 究竟有什么原因而令美国人选择这样做呢? 美国人的躺平和中国之前有的躺平主义 又有什么分别呢? 还有两个不同国家如何应对这种躺平的态度呢? 这些是很值得我们去吃花心想想为什么 因为过往中国确实是有躺平主义 但是我们无论看很多新闻、报章、媒体 就只发现好像只有中国才有躺平主义 然后仿佛就像其他国家的年轻人 个个都很努力上班 不知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年轻人特别懒惰 但是原来殊不知这件事 只不过是很多香港媒体选择性地报道 当大家去看多些香港以外的媒体 香港以外的新闻去发现 原来躺平主义这件事全世界都是 所以今天井仔就会和大家一起去看清看楚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特别是将我的节目多些分享给其他正常人去看 因为现在井仔我就单打独斗 被一些黄色大台打压的当中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今集的节目就正式开始 在那篇新闻报道里面 也访问了很多不同身份的美国人 我就拿其中一个具有指标性的例子和大家说 有一个健身品牌的产品经理 他自己在今年的8月也加入了辞职大军 究竟为什么呢 他就说自己在疫情之前 其实工作已经很繁重了 在疫情之后他的工作量更加变本加厉 甚至乎发现很多时候 只有睡觉和工作 就没办法把私人生活和工作分开 他也说因为疫情的原因 有很多人被迫困在室内里面 然后老板会期待员工 因为既然你都没得出去玩 没娱乐 你不如继续努力多些工作吧 然后又拿出那一套 就是说你工作不回 大把人会双着去回 你现在不努力 你以后没得努力 即是这套概念价值观 令到有很多人本身在疫情下来说 他们的情绪都已经不太好 再加上额外增加的工作量 就令到他们整个人生变得很焦虑 结果在整个一两年里 他的人生就只有工作工作和工作 因为疫情这件事 我们香港人和中国在疫情处理的一方面 对比起外国来说 我们真的做得太多了 即是大家现在 其实是你想看电影可以随时去看电影 你想跑步可以随时去运动场跑步 你想约上朋友吃饭 其实是没问题的 即是有很多的娱乐活动 作为一个香港人 大家是已经可以正常做到的了 当然了 有些比较多人的就还未必做到 甚至乎就是说 即是香港现在搞演唱会 大家都可以随时去的 但美国那些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美国那些 大家有看都知道 他们是人心惶惶 每天每个月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中招 其实他们个个都很担心自己真的会中招 但香港其实我相信有部分人 和我心里面都是一样 其实戴口罩也是做一样的 未必真的有那么多的病菌在空气里面 但既然法例说了 我们就一定要去遵守法例 但美国那些就是说 你不戴的话 你真是很大机会出事那一种 所以我们两者对于娱乐的差别 真的差很远的 而且又不是说每个人像井仔我那样 你给电脑我又可以上网 其实我真的可以三个月不出街 满足我所有娱乐的需求 因为总有很多人希望出去走动一下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真是见一下自己的父母 朋友 亲戚 希望直接跟朋友见面聊天 而不是隔着萤幕 Skype 去开会聊天 另外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 在12月8日公布的数据 原来今年10月 已经有420万人 在非农业的岗位辞职 占了美国整个劳动人口的3% 而且对比在未有疫情之前的辞职率 只不过是2% 现在足足多了 50%的人口选择辞职 而且有些最高峰选择辞职的行业 就是休闲餐饮行业 辞职率达5.7% 零售业达4.4% 另外还有一个跟疫情无关的因素 就是战后婴儿这回事 总之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出生的婴儿潮 那群人计算日子 到现在已经是60岁70岁 已经大部分要踏入退休的年龄 所以美国现在面临着 一个人口结构的庞大改变 就是有很多人已经变成老人家 他们要选择退休 再加上有很多年轻人 也选择辞职 结果令到美国 即未来的5年内 会直接损失了大量的劳动人口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美国因为疫情的原因 增加了他们大量的失业救济金 因为当你提高了失业救济金之后 令到多了人辞职这件事真是不难理解 假设我现在就是上班 我一个月有1000元美金 但原来我不上班的话 我有8元美金 但大家有上班的 你都会明白 你上班又要搭车 又要出外吃东西 又会有其他交济 因为工作而衍生的生活成本 我就当你在香港工作一个月找2万 你也不是直接找2万 你就真的是2万袋袋 你因为上班 你可能随时车费又不见几千 在外面吃东西又不见几千 跟同事社交济又不见几千 可能真的落到袋 就只有15000 然后又要交家用 又要其他自己的洗费 等等 但如果你现在选择不上班的话 你就真的直接 就将15000元港币 带了落袋 就真的带了落袋 你是不需要有其他额外的消费 而且上班本身已经在损耗你的精力 使用你的时间 既然原来选择不做事 也有钱拿 只不过拿的钱是少了一点 但算一下 你本身上班也要支出 如果你现在可以剪掉那笔支出 可能随时你拿失业救济金的钱 比上班的钱更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要去做事呢 就以我自己为例 其实我也是一个天生很懒惰的人 如果你让我选择 做就36 不做就30 我应该是选择不做的人 除非你跟我说做就有72 那我就努力去做 所以美国自己提高的失业救济金 它是真的在玩自己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疫情开始改变了美国人的储蓄习惯 因为过往美国人是没什么储蓄习惯的 餐饮餐食 餐餐清 他们就不像我们华人一样有一个储蓄习惯 有一个积枯防机的心态在里面 但因为疫情来到了 他们终于意识到 真的开始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存钱 当你有存钱这个习惯的时候 变相令到他们会更容易辞职 因为没那么多紧箍 就去绑住他们 令到他们不敢辞职 既然这几年自己又有存钱 失了业又有救济金 可能他辞职了两三年 可能对他完全一丁点都没影响 他就可以慢慢用两三年去找工作 找一份真是自己喜欢做的 做得舒服的人工又高的工作 他就先可以去做 另外还有 美国人储蓄这个习惯 其实也是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美国的零售业 为什么会这么蓬勃 就是因为所有人不存钱 他们每个有钱就用 那他们的零售业 当然是蓬勃的 但当有疫情的关系 再加上每个人都会存钱 那就令到美国的零售业 雪上加霜 因为两大因素 是抽走所有原本流动的热钱 那些公司突然间营业额低了这么多 他们就要生减人手去自省成本 一来他们本身就已经炒了很多人了 剩下没有被炒的人 就要顶起其他被炒的人的工作 剩下的那些人就是 你斗一份工 但你现在做两个人的事 你便觉得辛苦 你辛苦之外 反过来看就是 不做都差不多了 结果他们又不做 又刻意减低消费 结果整个零售业 美国的经济就陷入了在这个死场环里 还有美国政府现在是陷入了 一个歧苦难下的状态 因为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就是美国救济金的因素 但美国已经是没办法去跟各位国民说 我们要去减这个失业救济金 因为你想想如果真的拜登政府出来这样说的话 到时会有多少人出来上街抗议呢 就算疫情是多么严重也好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戴口罩上街 还有美国他们会去做的 根本上就已经是劲过19年的香港 所以站在政府立场来说 他宁愿等这些慢性的经济问题 可能慢慢吐吐吐吐吐吐吐 等两三年之后才爆发出来 总比现在斩立缺 不行 我们为了未来两三年的经济好处 我们现在一定要痛点 要停这个失业救济金要减少少 因为他一说减少的话 可能三个小时内整个美国 不管你什么省份 什么小镇 全部人都会冲出来说反对 到时就真是世界大乱了 大家可以比较期待下 未来两三年 整个美国在低下阶层里面 他们的劳动结构 他们的经济环境会变成什么 又不要说常常说美国 也要说说中国 因为 中国都真是有躺平主意 但其实我们国家 由有这个主意开始 直到现在 是时时刻刻都有一些不同的政策 去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例如说中国过往的房屋政策 其实都开始有点像香港的房屋问题 会有很多不合理的房屋 单纯变成一个资本的炒卖工具 而不是说去给国民有一个基本的住宿要求 所以为什么 中国已经在很多的地方 特别是一些二三四五线的城市 已经是积极揭指楼价 当然 你说一些一线城市 北京 上海 一些黄金地段的地方 它当然是有一个投资炒卖的价值 但撇除一些一线的城市之外 其他地方的楼价 已经是 强制因为政策的原因 而去被压低 因为你要给到年轻人看到 有向上爬的希望 就是说 上班辛苦不要紧 但起码你辛苦会有回报 如果你愿意努力的话 你五年内就会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房间 但如果你不努力的话 你今天在网巴里面住 你五年之后都会在网巴里面住 因为你被人看到希望 所以就有多些人会选择 愿意去离开 住在网巴这些招不保值的环境里面 而且现在中国政府都面临着 人口老化的结构问题 这些是事实来的 我不会因为要赞中国政府 就将所有问题 不说不说这个不知那个不知那个看不到 中国确实是有的 现在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其他人生育 增加多些未来的劳动人口 中国政府都会有不少的社会保障的金额 一些款项 但就不会去到美国那种那么夸张的失业救济金 如果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基数那么大的一个国家 如果他都会推行这些政策的话 我相信不要说年轻人会躺平 我相信有不少中年人都一起躺平 宁愿刻意降低自己的生活质素 但就拒绝去上班 拒绝去996 不过我现在是对比得到中国和美国 在面对一个将来比较远的危机的时候 两个不同的国家会选择两种不同的态度去面对 所以我相信 不久在未来的将来可能是不到两三年的时间 大家就可以看到美国他们自己真正的承受的恶果 就会浮现出来的 今集的国际分析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